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大盘的反弹 何时会出现呢 有哪些可以留意的族群 我们赶快将镜头转交给教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收盘我们看到台股最后是收跌的 虽然盘中的股价一度很强势 但是我们看到大家怎么样 大家其实不太想要报股票过周末 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其实整个夜盘 在一开始的时候杀了200多点 很多投资朋友被吓到 所以说不报股票过周末 这件事情也是一种选择 没有对或错 在这个地方我们告诉大家反弹随时会出现 所以今天我会告诉你 哪些族群是值得留意的 首先看到一下经验加权指数 经验加权指数在一开始的时候开低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这一段一定是在杀融资 但是我们看到他一旦落底以后 我们也告诉大家 乖离率过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反弹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台股 他在这个低点一碰到以后 他就开始一路的往上涨 然后他就出现了翻红 翻红是在我们12个交易日里面 我们第二次看到书厌翻红 所以说其实股价维持了一段相当强势的时间 一直到了尾盘 我们才跟大家讲说什么东西 大家不想要报股票过周末这件事情 所以慢慢的当中也在做回补 然后大家不想要报股票过周末的 也开始把它卖掉 所以尾盘的卖压就开始一路往下掉 在最后我们还看到台积电杀尾盘 所以其实经验加权指数虽然是收低的 但其实很多的个股并没有像指数一样这么弱势 都还是保持上涨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技术指标长什么样子 其实今天收盘以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去计算 所以我们看到RSI这个指标 今天的指数其实是在创新低的 是在破低的 但是我们看到RSI的指标有没有在破低 没有 大家看到红色线头那个地方 距离上市的低点 其实目前的RSI并没有在创新低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技术指标的背离 当技术指标出现背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讯号 但是现在空头的气焰非常非常的旺 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反弹会在什么时候地方出现 只是根据技术指标 也就是我们利用统计学的概念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反弹随时都会出现 既然反弹随时都会出现 我们就有一些产业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族群 是需要去做特别留意的 在那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台股从这一波9月一路以来上涨 从去年9月一路以来上涨 是在反映什么 是在反映2021年的基本面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疫情爆发 很多国家开始封城 然后什么运输这些东西都有受到阻碍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了 去年9月一路上涨就是在反映什么 开始整个全球的经济重新开放 走向复苏之路 所以大家都知道2021年是一个不错的一年 这个时候股价就一路的走高一路的走高 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一直到了去年5月 但是现在时间点已经到了8月 快要到9月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能继续反映2021年的基本面 我认为不是 而是大家开始把眼光放到哪里 放到2022年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今年的基期非常非常高 所有的产业其实在今年都出现了一个大爆发 但是明年会不会继续这么好 就是大家要去留意的 因为现在股价其实已经要开始往2022年看了 很多的股票你会觉得它今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股价怎么一直掉 其实这东西就是因为它2022年 可能不会像今年一样这么好 我们把整个日线图拉开来看 最近指数一路的下跌 被五日线压在地上打 我们可以看到前天的反弹我们说的是为什么 要修正五日线的覆离率 覆覆离过大 因为其实在大前年也就是礼拜二的那个时候 指数出现下跌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对了 在当时的技术指标就已经出现过技术指标的背离 那个时候其实很快就应该出现反弹 结果它没有出现反弹反而还杀了一根 所以说在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杀下去的地方补回来 这东西就是所谓的覆乖离修正 我们在今天又看到股价持续下杀 技术指标出现了背离 我们刚才看到了说其实整个趋势还是沿着五日线再往下走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投资朋友要观察到的是在极短线上面 我们必须要看到股价指数站上五日线三个交易日以上 这才叫做站稳 因为你站上了五日线三日以上的话 那你的整个五日线就有机会去往上弯 往上弯的时候在极短线上面它就变成一个多头的态势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还没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前 其实只要碰到五日线我们都还是站在卖方 我们做一个来回操作把成本洗低 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报股票可以报的比较安心一点 那我们告诉大家说接下来有很多的股票 其实大家手上都是有的 例如说钢铁股航运股 然后还有前阵子很夯的记忆体低润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大景气循环股 那其实在操作上面 既然我们刚才在前面告诉大家 接下来要看2022年的基本面 所以说景气循环股这种东西 我们逢反弹的时候 尽量都还是建议大家站在卖方 那钢铁股很简单 你就是抓明年的10倍本益比 差不多价格的合理的价格就在那边 在这个地方特别跟大家讲 可以留意的产业是什么 像是miniLED 它在今年根本就是所谓的miniLED原裂 所以说产业还没有开始大幅成长 但是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酝酿 所以这个产业到明年 我们认为能见度都还是相当的高 再来第二个是车用电子 车用电子的部分 其实它的需求也都还是相当的旺盛 但是车用电子里面又分成很多的族群 这些族群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也不断在群组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那在接下来未来的时间 只要有哪个族群特别的图出 我们也都会在群组里面告诉大家 最后就是ABF载版的部分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看坏它过 因为这个ABF载版是所有IC载版里面 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复制的 因为它的技术门开比较高 台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把这样的技术往上冲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趋势 其实订单都还是看到了2022 2023甚至2024 车用电子的部分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 其实在车用二极体 还有影像感测 就是CMOS 然后还有MCU 但也不是所有的MCU都好 大家要注意到说那些有产能的MCU 才是你要去注意的股票 那在最后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些产业趋势 你抓对了这些股票 你就不用怕抱着 像我们在8月18号的财经集中上面 跟大家分享过康普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是我们的家族持股 今天亮灯涨停板 所以其实上冲下起大家不需要害怕 因为股价终究会反映价值 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是说 在下个礼拜会有所谓的 Jack Fenn Hall的全球央行年会 全球央行年会这件事情 会反映了未来一段时间 全球的央行货币政策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Jack Fenn Hall这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其实在前天的时候也告诉大家 我们有一份人气股大体检的报告 这份资料我们正在持续的送出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 但你已经填了资料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前面排队的人真的很多 其实反弹竟然早晚会出现 现在就开始做好准备 这份资料可以让你再知道 反弹出现的时候 哪些股票你应该要报警 那哪些只是应该单纯的反弹 我们应该要站在卖方把它除掉 如果你也想要知道这份资料 要去哪里索取的话 赶快加入群组 或者你想要知道更多的 财经知识产业分析 你也可以进来看看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名明天掌听 谢谢季老师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ght App跟Telegram 财经骑士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